組織,他們是有計劃的,他們都是一盤人去做這個部署 想問一下,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是政治的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這樣,民主黨不會支持任何暴力的行為 尤其是那個極端的行為,我們較早前已經說了 我們認為這樣的暴力的行為是不能接受的 第二,今天我回答那個判刑的問題,一個六年一個七年 困擾我的反而就是,今天的法官的判詞或者判刑的理由困擾我的就是 我們看回現在的情況就是,有人在逃 而在逃的人士就是被告煽惑或者是組織者的 那就是未審的,因為他是在逃 而梁天琦就是被告了煽惑或者組織的罪 而是被陪審員一致是判了沒有罪的 於是,其實法官就只能夠在於 梁天琦也好,或者其他另一個人也好 究竟是他的行為在參與暴動的罪裏面 究竟做了些什麼 即使他是顧及到整個所謂暴動的層次或層次 他都絕對不能夠將梁天琦和其他可能有組織的任何的連繫 但是與證據是混為一談的 如果又這樣混亂了的話 就會令人的感覺好像變相將那條煽惑罪入了罪 我覺得變成一個加刑的因素嚴重 令他參與暴動罪的判刑因素是原則上錯誤的 當然了,梁天琦他的律師好像會上訴 但是我作為議員,看完那個法官的判詞 我覺得第一,似乎是令人的感覺 是好像將梁天琦那個被控組織或者煽惑的罪 不成立,裡面牽涉到的一些證據 或者牽涉到的一些關聯 就是考慮在現在他入了罪,這條罪的身上 這是原則上的問題,的混淆來的 也是不公道理的 本身因而是令到這個六年或者七年過重的 郭文貴人亦有說到不會考慮政治,在他們的暴力程度去做 覺得六年或者七年這些刑期,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作嚇? 郭文貴人說考慮那個行為是正確的 不是考慮政治,而是考慮行為的暴力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他考慮了一些不應該考慮的因素 甚至是令到他前文後理,是令人誤會了 他已經考慮了一些明明是梁天琦是無罪獲釋的罪行的元素 以及那條罪行所牽涉到的組織、煽惑的因素 這是不公的,是原則上的錯誤 至少我看他前文後理是令到我有這樣的感覺 還有很強烈的感覺 這是我暫時初步的看法 我希望如果那個判詞詳細出來,還可以再加分析 但因為他前文後理,法官真的說到有組織、策劃 你記住,現在還有一個在途者,姓王的,他就是被告那件事 那件事是未審的 但是梁天琦所做的聲稱,控方說他策劃組織那些已經審完了 是全部不成立的 所以你就要完全要把所有那些告的罪 或者是指控的東西 或者甚至那些證據 抹走他 而是猶如他,就只是你控告他的暴動罪 那條罪的參與裏面 還有你記住,因為他裏面其中有說到什麼襲警 但是你記住,襲警那裡已經是另一條罪 那條罪已經是判了一年,就同期執行 所以你就不能夠說 將那個襲警那裡放進去 就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因素 它可以是一個因素 但是因為你另外一個襲警的罪 已經是說他是很嚴重的,是另案來判 所以我覺得就變了如果是將他混淆了一些 他已經是無罪釋放的那個罪名 牽涉到一些所謂的組織或策劃 善華的東西的元素 就是一個原則不正確的判認 可能他在求情的時候 也有說過 因為對於社會的不滿 所以才會這樣做 你覺得其實這次法官根本 就完全沒有看到這些所謂的因素 會不會都很影響到日後一些社交運動 或者一些人敢再出來發聲 如果是和平的示威抗爭抗議 這個就是以往的判刑 包括很高的上訴庭的判刑 都有考慮了這些因素 就是說他究竟是 為什麼會這樣抗爭等等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暴力的 這次是一個法官這樣看 究竟上訴庭 如果他上訴的時候 上訴庭 是否將這些因素全部摒棄呢 那我就不知道 以往因為 其他的國家似乎都是針對 那個暴力的程度來考慮的 那當然他最後 那個其他的地方 究竟他有沒有將那個 怎樣抗爭的背景 去作為他求情的因素呢 那我就不知道 可能他根本那些人 他都不將這個 變成一個求情的因素 但是這個求情的因素 就不是那麼清晰的 在其他案例裡面 但是如果這個法官 他是用這樣的判法 就要看看去到上訴庭 是怎麼看這類的因素 究竟應該考慮到 或者考慮到什麼程度 或者完全不考慮呢 OK 謝謝 拜拜